感觉前期在面对鳄鱼和奥拉夫的一个上野的情况下 可能是侧重于发育吧 想打压制在鳄鱼面前感觉很难 至于BEST这一局其实承受的压力还比较大的 熊熊是目前来说的话 LBO里面一名评价比较不错的打野选手 今天呢BEST是要承受一些压力 BEST的话也没有选他自己比较善用的一个酒桶 这时候我们就想到 神经病造型 造型奥拉夫两队 所以其实就是阵型摆出来就知道是一个对准钢的阵容 是的 对TOP来说的话 对线7中下两路取得优势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压线能不能稳定的压住 第二个龙刷的漂不漂亮 这两个点非常重要 是的 OngTOP的交锋 现在在召唤峡谷正式闪开 从这个角度我看不太出来一集的配线 我刚才很努力的想要看 但是这个角度太困难了 抓到了 卡查直接被敲起来这个闪现省了吧 省了闪现 鲁肯拿下一选 鲁肯拿下一选转翻了呀 是 刚才是Band一个果断的闪现Q 闪Q或是闪Q打起来以后直接挂点燃 一波灌到底 这也是闪Q没有想到的 是 走出来 这没必要呀 很容易打出第三下的一个台飞 让对方的局势很难受 眼皮底下直接开始打 可道谢 下轮这边Loken好像被消耗了一下 这里确实可以说的是一级的时候 两边一级 OMG这边的组合是不虚的 毕竟 卢西安嘛 卢西安他前期出入吸血之前 他的一个消耗都没有什么优势 他是爆发力 对 那这边上校你来了 上校给出的阵容强度对比非常接近 差不多的一个对比 但是也要分层次呀 OMG的对线能否扛过 然后中期的话 Top这边能不能集合打团 对 都是要等会要慢慢去聊的 这没办法 就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而上校只被允许回答几几几开 所以上下只能给出5-5开这个结局 是 上下也许背后有2万剧的道理 但是他不能告诉 来看一下鱷鱼给我们带什么天赋 强攻 两个自适应都是伤害很合理啊 是的 蛮常规的一套 这边大炮车 Modela 阿拉这边偷点几枪 阿拉夫这边还在打石头人 而且蓝不太够了 应该实际上有蓝buff的 应该不用回家 对应该 上半区要搞事情了 看一下 哦 熊熊这边还是选择回家 他这里的话 阿乐是假装自己招心在后面的 嗯 然后369这边半鞋的情况下 值得阿拉夫你再来干口 可能会不会反蹲 而且阿拉夫现在也是急着回去 有了鞋子的话 这波gank比较比较容易 是的 对的 赶紧先把鞋子埋起来 让狼头能够用 中路这边对线的话 目前前期架梁还可以合作 所以打一个持平的一个对线 等左翼这边的Q技能 取到四级 就七级左右的一个左翼之后 架梁奥这边的一个推线 就感觉有点被动 熊熊这边插一个眼 做第一波进攻 但是被假眼看到了 这个假眼很雕酸 角度非常地不错 这里也是一发 沾止花朵 找到了造星的位置 是的 两边的一个上单都知道 打野都在下半区 看要不要继续搞一下 三队者这边已经交过TP了 看着熊熊在中路看艾扛 这个看我感觉应该没什么机会 前四分的这个对线啊 OMG这边还是没有出现什么差池 就除了开局 AD被抓一直 但是下路的劣势 本来就可以预期 对 而且那一波还是把 牛头的闪现点燃两招给吃掉了 对吧 现在的话牛头还是海克斯闪了 刀有补助 其实确立的已经非常及格了 对 感觉 他们的一个对象消耗 做的蛮不错的 对对 可能取决于牛头没有闪现嘛 不敢去打一个进攻 还没到 对对 没到进攻的时刻 第一条龙是火龙呀 这条火龙来说的话 TOP是有主动权的 没错 下路有推线权 奥拉夫这边Rush龙速度也非常快 看下好像要Rud 看起来应该是单人抓掉 操操操操 没办法 他的位置也差非常远 是的 那他这边 捡了一个点燃打到半血 火龙同时应该是能安全拿下 这个阵容确实选下来了 就可以看到出来 这个对线都很被动 都很被动的情况下 Best这边选了一个赵姓 也不是那种强找机会的打赢 整体来说的话 OMG这个对线7 还是很难扛的 赵姓是这样 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找 但是如果没有机会 你要叫我硬上我就办不到 对 我一个英雄就这样 除非啊 除非是Night这边的进化 被Icon单 就是单点 被逼出来 然后在中路再找一波机会 这样还可以试一下 看接下来的发展吧 他们是一如预期的 在中下路的对线 都有一点的领先 然后也顺利的拿掉了第一条火龙 是的 都跟就是阵容选出来的逻辑 没有太大的冲突啊 这边回家 Loken这边是假装回家 假装回家 这边Cherly觉得对方回家之后 赶紧回家 但是Loken这边耍了一个花枪 就要被塞一波冰了 对 被塞了波冰 而且可以磨一个 诶 要不要磨 应该是 对 腹皮不要吗 腹部要的吧 腹部有一个爆破 我爆破了 嗯 可以可以 很舒服 这个心理战打得蛮漂亮的 本身前面没有压到线 但是这波压完 算是小压一些 就透过一个很小的小动作 就是我假装回纯 你急着要回 对 这也是有 推线拳的那方 可以做一些心理战的 对的 比较有主动性 能操作起来 诶 OMG有主动动手的想法了 嗯 刚才那波回过之后 让Five往上半步跑 小五这边往上逼 应该是一个 但这个位置打不起来呀 不是 而且TAP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这太明显了 TAP是看懂了的 而且鳄鱼的塔是真的要不好跃的 真的不好跃 鳄鱼前期的一个爆发 好像谁都吃不消 第一个爆发 搞第二个大招加核外血量 第三个他还会回血 还会晕 你在塔下 他只要认准被塔打 那个人运下 应该都可以活 感觉真难受了 宋露选择剪刀的虚弱 直接套打一套 然后又捡了一个进化 他现在有两重进化 这个像利用爆炸股 是打一个出奇不易吗 还在考虑 还在考虑 如果这个要打猫要打猫 没没看见 看见是没视野 没情报 没看见 看见肯定动手 想想算了 鲁克这边在空回线 这边上路打了一套 阿乐这边锤飞往后撤 交一个闪现 哇 这个宏度的Q差一点 差一个普攻 第一时间没有拉掉 第一时间被打完一套之后 你可以看到其实阿乐没有拉掉了 是 他没有拉掉给了369这个闪现 转一下的机会 但他自己也马上跟着闪现 所以两边只是兑换了闪现 并没有出人命 而且369这个波是没有什么AT 看一下项目中间对拼了 抬一下 抬到了是牛 后续的话要进攻嘛 但这边什么都有啊 可以把牛伤害打满 但是没打死 对 还是要等一下落的六级 落六级之后 这个牛可能就死了 但是 落六 落六级之后 牛他也快溜了 对啊 老哥想说这个 看能不能卡一个 等级差吧 下落的话 有的时候卡个六级的等级差 也是非常关键 相信两边 两边的着重点应该是在 我觉得 观察对方的 这个蹲稍微有点内傻 因为你有点强行 对 因为你是 人家是知道你在这附近的 然后你这样蹲的话 其实效率会比较低 而且现在是看谁能抢六啊 看谁辅助 谁能先抢六啊 你在旁边吸经验 你在吸经验抢不到六 就很难受了 你吸完经验一看 哎 Top这两个人都六级了 这怎么打 这 这只能放线了 这波蹲不 就是把队友蹲裂了 其实没有很严重 不是说真的有什么严重 不严重 只不耽误了一点小时间 对对对对 包机现在的话 我觉得 打上半区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打上半区比较好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 阿乐打 阿乐打369的时候 他的一个对线 怎么说呢 还是有消耗的主力权 在前面 然后配合 赵兴和加疗的一个支援 在上半区可以搞到事情 Top就不一样了 Top感觉 我觉得打条线都可以搞到事情 熊凶的一个压力这盘是不大的 我觉得对着鳄鱼下手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程 但是刚才被Top试破了 是这个 不奏效的主要原因吧 而且投入的人力也过高了 你不觉得 就是从下路千里 迢迢把辅助叫过来 然后一趟白跑之后 再打打打打打 跑回下路 可不能让辅助再去过去了 因为下路要扛不线了 对对对 下条风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效率不够是刚才那波 对的问题 嗯 爱康这边被押回家 上野这边想蹭塔皮吗 看一下熊熊也赶过来了 这波 哦 OBBug 对 这边打一套 但是伤害来说不是很够 阿拉夫赶了过来 他两滴血 阿拉夫先把杰斯的头给砍下来 现在赵欣交了一个闪线 想要拉开距离 阿拉夫手上还有闪线 交一个闪线 走不掉了呀 手在你背后走不了了 只能埋身肉搏冲上去 但反而把头给了鳄鱼 也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 这一波上路的gank 最后两个人双双倒地 HOP斩获两个人头 下路同时卢西安 射出圣枪洗礼 打一套塔皮又打了一层 是 刚才的话 这个上野没必要去 在塔下搞事情 因为家里奥刚才都回家了 前面 10秒钟前刚说家里奥要被打回家 然后上野要搞事情 感觉这个联动来说的话 有点太没有把握 有点着急 联动很不顺 说实话是这样 这两波打下来 TOP领先了3000多的经济 并且风龙这边的话 应该也随便可以掌控的调 并且霞舞先锋 OMG这个局面也不好去对换 没有错 再看一次上路 这一波上野的联动 就是慢一波 少一个家里奥的支援 家里奥刚回家 上野开始联动了 TOP肯定给到这个情报 都没有家里奥尽管打吧 对 这个时候溜就完事了 没想着溜稍微有点伤 这波打完 斧头旋起来闪现 再一个斧头卡中 一背后 没了 这波打完之后 感觉熊熊这盘要砍起来了 没错 真的要砍起来了 这个阿拉夫肯定是要砍起来 是 又出了一个救赎 阿拉夫现在很流行出救赎呀 对对 他毕竟这个打野的话 他有点像艾崩的一个角色 就是他打团的时候 是一个在旁边旁敲侧击的那种角色 很功能 对 就很多时候没有机会的话 就是旁边人人斧子 然后救赎的话 也可以打打一些迂回的Poke 比较有实用的价值 比较有实用的价值 攻龙这边应该是在水上 同时这个峡谷先锋 确实容锁掉 这个局面来说的话也不好 低神就换自如 没办法 而且还跟你起手的位置有关 对 这个时间点Best 就算你知道对手在打龙 可是你的位置在家里的水泉 那根本没有办法反应 这两波打下来 看一下OMG的心态会 能不能会受影响吧 因为呢 我们前面就强调过 OMG的阵型其实在中期开始的团战 是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是的 关键在于说 前期队线不能封得太厉害 对 真的要扛线 这个线目前 除了中路扛的还好 上路来说的话 这个上野的联动稍微有点尴尬 下路的话 下路是输太多刀了 对 下路没办法 这个组合选出来就能要 上路刀倒是没有输 但是刚才是给了很多的人偷 要主动换线了 其实这波指挥的话 我觉得迫不得已 对 不换线的话下路塔 必然会慢慢的为消磨 但是我觉得时间点非常的不妙 对 你这个timing的话 还有整整一分钟的时间 打成才结束 下路的肚层要被打个盆满波 加一些塔了 我的天 是 下午前锋 可以只能直下笋 打下下下午前锋了 但是打下午前锋 花了时间 你这下午前锋 也不能拿来换塔皮 是啊 放着塔皮 但是也不能给top 如果top拿到这个下午前锋的话 这个局面来说 就崩了 真的就很崩了 看一下 top这边也知道 不能给你下午前锋 两边都在争夺这个下午前锋 看一下 其实熊熊比较容易的 熊熊只要让你放弃就够了 他甚至不需要拿完 是的 要一触七发了 掀开一个赵星 赵星之很脆 打到死血之后 加点打一个支援 虽然是加里奥的大招有下来了 而且成功的把熊熊杀掉 但是主战场上面来说的话 鳄鱼要砍起来 不得波 OMG选择撤退 是的 纳扎这个下午前锋的话 加里奥和卡莎 都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只能放掉 因为是兑换了一个打野 但是还是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对top而言 只要逼得OMG放弃 下午前锋 没拿回来 他都是转的 确实 这波打完之后 感觉 OMG现在是 一局的难扛 现在很难扛 Top现在 前期的堆栓打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熊熊这边 资源掌控都会在自己手上 都打的没什么毛病 这个板子 BP的板子下来之后 和我们所料的差不多 差不多 OMG错过了一个很关键 就是说前期真的不能够 让Top拿到太多的优势 否则你等到 伦理发威的时候 对不起 已经发布了 是 这个时间点 就是你刚才看正面前 那波团已经觉得非常难 还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家里奥这边没扛线 下路选了个洛 太注重于打团战 忘了对线的一个过渡期 然后自己主动的两波 全部都失手 对 包括这个版本是 打野拍摆的版本 对 打野非常关键 但是BEST选了一个照姓 我是不是很理解吧 因为他这个照姓选出了 先选的话 本身自己不好 就是不是招牌 然后这盘也被Counter了 现在都已经能够欺负你到F6的位置了 这个鳄鱼感觉可以 横着走了呀 已经横着走了 我感觉 感觉有点像厄加特 对对 到底是不是在 是厄加特还是厄鱼 都在横着走 对虽然睡到 虽然都是横着走 其实效果还真差不多 厄加特 厄加特的好处 是他那个斩杀能力 跟他就是够硬 对 现在他能够扛住吧 攻击目前的话 哇这小鬼进步还要拿 对 对真的很 目前我们其实要等下卡莎的装作 对 那是漫长的等待兄弟 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就很尴尬了呀 现在就等Top的一个进攻 要抓住Top进攻的失误的话 这个局面还有可能再平衡过来 对 如果没有办法逮住Top的进攻失误的话 那这个局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 是的 上路这边的话也只能放掉了 卡下都感觉很危险 不能靠近 关键是他们两个人 因为送兵进来 还卡住了一个非常前置的位置 这个阵容也很出普攻 所以说Top这边出了很多的布甲鞋 对的 性价比蛮好的 破表 左边的话 不好搞 因为实际上来说 加里奥除了开杜朗护盾的时间点都不硬 他其实是个法师型的英雄 对 所以 在这个局面下 左边又没前排 等于是没有前排 赵星又脆 那零前排的情况 你碰到右边很肥 那个破坏力 就团战的时候 第一波技能砸完 其实奥鞋就已经很难接了 对的 现场我们想接的话 一定要打一个宇多打少 毕竟要打宇多打少 打主动 对 打主动一点 就是 小五这边的话 可以先放一放 让Chelie这边自己去solo 去solo一个线 让他自己玩一下 然后落这边的话 配合打野 主动搞一下事情 因为 他现在要离到发威的时间点 还非常非常遥远的关系 所以他要收很久很久的病 对 最好是让Chelie 单线收资源 然后不要给他太多的资源去做保护 如果落的话 一直保护卡伤的话 正面中也就很尴尬了 就很尴尬了 小谷星我们又来 一头撞下去 撞到了OMG的新坎里啊 我的天 这个老头好像还要再撞一手吗 这是肯定是能够保折 在顶一下高地 但是是不是OMG的一波机会 想尝试一下 恶意这波不在的 但落的位置 没有机会啊 被撤不掉了 被撤掉了 TOP这波的沟通很细腻 上了miss之后 中路也退掉了 就撞你一头铁头弓 走了 下一波的一个水龙 应该是狼狼猪 他收集了三种不同属性的龙 可惜没有什么彩虹龙加虫之类的 应该要给 其实应该要给一个隐藏的 我觉得在设计上可以 就比方说你收集三种不同属性的龙 他给一些小小的其他的BOB 就一个小散弹那种 对对对 以弥补 就不用真的有很常的战斗 就一点点 以弥补 就是凑不满同一手 就凑很多的那种 强迫最难受的 你这样一说的话毛哥 我觉得如果每个跳龙都集齐之后 尾巴后面有个小散弧 这个特效可能会好一点 就看着很舒服 但实际上也不影响平衡 你说的这个蛮有意思 未来说不定会 卖你钱 做成卖钱道具 回归到比赛的话 这个局面 中期完全是top自己去掌控的一个 掌控的一个主动权 7000的一个经济 在18分钟来说的话 太大了 尤其这个版 这个版节奏快 7000经济真的差很大 因为 他会马上在20分钟之后 转换成一个控制大龙 强迫你过来 接一个你接不动的团战的局 对 而且这个局面的话 前面说了什么等卡莎装备 但其实吧 卡莎如果落后于路线装备的话 路线到了中后期 完全是不怕卡莎 更别说你根本不可能 突进去刺杀他 对吧 如果对方 你想解决掉这个路线 你又不可能让卡莎突进去 他装备领先里那么多 对的 不管怎么说 虽然劣势很大 但OMG还是要 一心的去想着 B站拖 拖时间 毕竟时间拖到一定程度上的之后 这个经济差也不会那么的 经济差主要体现于中期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这一段时间 OMG要想办法熬过去 虽然我觉得难度非常高啊 难度确实非常高 而且大龙 大龙这边马上就要刷新了 嗯 现在 看死了 不是 TOP提前一步开始卡死蓝区系 TOP现在打的 这个节奏的话蛮窒息的吧 他们知道自己手里有优势 也不跟你来硬的 我就是和你打资源战 这一盘就是打一个资源战 我 这个阵容选下来之后 一直和你推塔 然后拿资源 不和你打架 对 打架容脱力偏低 可能 可能不一定就是 打坏人头 这个塔又要被摸 难受 家里要被碎掉 直接A完 大写的难受呀 经济快到了9000 TOP现在打的顺风顺时 直接进大龙区 查一根红眼 转头 让左一摸摸讲 这个环境对于耐克来说 可太舒适 大龙这边刷新之后 TOP这边看一下 要不要对大龙做文章吧 他们现在这个经济的话 可以为所拥有 如果以TOP就是 哦呦 睡到 毫无魔抗的败死的 直接被秒杀 前面好像 鱼可以的老干 老干的鱼可以 挖了一套这一场 对的 这边直接打大龙 那肯定的 解决掉了打野之后 立刻开始打大龙 毫不留情面 打大龙的速度 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但是 这边是很难过河道的呀 过河道就很危险了 打得很慢也是因为有两个人员在旁边干扰OMG 大龙马上就要打完了 我听到圣枪袭的声音 他直接甩圣枪袭打大龙了 看一下这边大龙 有惩剑 文本能拿下来 后去打团战 我们这边杀到了鳄鱼 TOP选择一个B站 B完战之后 哇这边点果子下来上不去了 很难过 滑步上去要两个要单挑 卡莎冲了一小步 应该是利用隐身 稍微逃脱了卢西安的火力 卢西安这边也是没有闪现 而且没有蓝的 都走不掉了呀 但是有左翼啊 轻轻松松闪 闪现减个双杀 打下双杀 这波打完之后 感觉这盘 已经差不多凉凉了 凉凉了 这个实在没有办法 OMG本来就被隔离的非常严重 然后他们拿完大龙之后 还能够在残血的状态下 他接你这一波团 这个确实难 其实 前面的话我怎么说呢 从BP来讲的话 我倒觉得如果 牺牲掉了下路 就这盘的话 小龙跟路也算牺牲吧 先看一下这波 这波吧 在没有打野的情况下 网西这边是很难去抢 阿罗这边闪现 垂进去想抢龙 但是没有惩戒 没办法 我他垂进去也是成功的 把Loken给逼到岸上 Loken这波骚了一手 下来之后 Cherry这边也是用过墙 但是发现装备差太多了 好像就是没有对抗性的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剧本 就算你贴进去 贴进后排 能跟鲁西安单挑 但打不过呀 不过 装备实打实的装备 对对 由BP来讲的话 当时家里要如果 就是移到下路 这可是我看过上校 讲的最贴口直断 就是口气最坚决的一次 92% 91开 确实这个晶级面板显现在这里嘛 嗯 那这样的话中路一塔的 诶 怎么就推掉了 镜头一转 只有我们看完回放 过来就 爬就推完了 因为你可以从地图上看到 OMG是把兵力放了一些 在防守下路的推进 目前已经是一个 失衡的装备了呀 而且下路这个推进 TOP最过分的是 我只把一个奥拉夫在带 你放两个人力来守 一个奥拉夫 完全不符效益 这波的 应该是起码两路 这两个水晶的话只能放掉 可能就没有办法 OMG如果还想要抓住 最后的7.9%的话 只能选择一个 背后有塔的地方 打一个绝命一波 是的 这边开 Night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Night应该要被直接灌到底 但是他死前竟然还坏掉了路 两边仍旧是一个一换一 牛头这时候 WQ垂上去 打出一个秒表 召集秒表结束以后 应该也没了 确实在后排已经被摧毁 这波三六级的爆发 折表杀伊迪森 那这样的话 仅剩两人的OMG 感觉很难去扛了 再扔了一个斧子 但是TOP在这段时间里面 没有很认真的打塔 就在打人 下一波小兵续上 门牙 左 左牙已经被敲掉了 但Loken这边血线很差 阿拉这边往前逼 尽可能的手下门牙 可能会再一波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避免了背一波 勉勉强强守住了 但这波太伤了呀 这波小五开得非常果断 抓住了Night 这边是没有闪现的一个事 是的 但是死前还是被换了 装备差距太严重 对 并且刚才369打得很果断吧 闪现过去一套输出 直接倒下了一滴 却是谁也吃不消 回家的路上路过龙坑 又看到有火龙 在外带一个便当 太开心了 这波开得已经非常果断了 非常好 而且输出跟得也很好 但是这个时候装备差实在太多了 而且过于这波也是打不住 但是感觉只是招按是技能按一按 然后那个W飞出来的伤害 就把对方虎居给换了 是的 如果装备是没有差太多的情况下 这波是有机会对抗的 没错 装备实在是差太多了 打了Buff消失 两路被推 我们这边的话没有被 还有一个门牙塔存在的情况下 还有一线生机吧 只有单门牙塔 他唯一的一线生机就是 现在努力的把中向的兵线整出去 然后Top来到下路的高地 瀕临城下最后一波 现在胜率可能不足3%了 对对对 就是塔下瀕临城下最后一波吧 对 卡莎这边最后一波团战 此前刚打出了两件套 好惨 最关键的是Top知道 这是你唯一有办法 继续拉住这场比赛的 唯一一个时间点 所以他要点下路高地塔的时候 一定会加倍小心 这是最麻烦的点 哇 这个穿塔的催眠气泡 相当刁钻 但是阿乐闪过了 现在的话Top就等中上的一个冰线 冰线一到就开始压下路的一个高地 这个经济面板来看的话 欧米奇如果不强打 这个塔是要放的 1万3只能看辅助的表现了 哇 这个伤害完全看不懂啊 Night现在的伤害也是很夸张的 造型就是上前的一波 那绝命一波的机会也被打掉了 是 只剩基地旁边 要被平推掉了呀 一旁边开一波有没有 小五在后面 小五这边的话闪现已经好了 闪现刚好 Top是眼镇一带的一个状态 他水晶也没有拆 就让炮车慢慢打 这保持跟落的距离 你看全队保持跟落的距离 好 拆倒了一个恶意 没有开好那这样的话要打起来了 不过Top这边选择 直接点集体 轻松点才集体 恭喜Top拿下了第一局 先持得点1比0暂时领先 这一局的一个对局流程其实就是 BP结束之后看得出比赛的走向 全方位的劣势 BP走下来之后全方位的一个劣势 就对线的话容秀率特别的低 并且对线也没有对好 但我觉得阵容OMG不会不能接受 我说实在话 OMG最后选出来一个阵容 不是赢不了的阵容 而是前期的处理处理不好 才会变成赢不了 就前四五分钟说对线对的蛮不错的 好 那我们再次恭喜Top1比0暂时领先 好了 那恭喜Top拿下了这场B.O.3的第一局的胜利 是的 来看一下这个经济面板 其实这场的话我们看到前中期 其实中间的 尤其是中间的一个版段 其实对于整个OMG的阵容来说 他们应该是去逼一个团战 然后去跟Top这边去抗衡的 但可惜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团战的机会 每次被开得太过于被动了 是的 这场比赛的一个趋势 其实就像这个经济曲线一样 从一开始Top就在不断地去滚雪球 拉打自己的经济差 然后装备越来越好 本身在前期因为BP的选择 自己的英雄阵容有一定的优势 再加上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直接是结束到了比赛 是的 那这场的话 为什么Nite这场的左翼输入可以这么猛 没错 就是酷炫神装第七剑 战马能量不掉线 欢迎大家到京东商城搜索战马 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GETLPL同款的能量神装 用满满能量 Carrie选唱 其实刚刚也是提到了Nite这个点 其实Nite之所以这场有很好的一个发挥空间 在于首先是赵星他没有出水一鞋 因为他为了去打前期的对抗 他出的不假结 因为上单的鳄鱼跟打野的奥拉夫 他们的伤害太高了 这把下路对线前期处于一个劣势 而且更何况卢西安拿到一个一血 上路在那波塔下强行跃塔 有点月塔的想法去杀这个鳄鱼 但是这波击杀太明显 就是有点太勉强了 而这边正好赵拉夫在边上做反对 上路这两个人一旦被抓掉之后 就没有办法再去对线了 是的 这边看一下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选手势力质的情况 基本上Top这边是在五个位置都有一个领先的 那这边的话阿乐这场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在前期对上鳄鱼 这个英雄前期还相对比较好打一点 处于一个推陷的状态 但并没有很好能够去完成一波所谓的月塔击杀 是的 再看一下本场的一个粉丝贡献榜的一个情况 Night是高居第一位的一个位置 排在第二位的是阿乐 第三位的是Icon 是的 那这场比赛的话不得不说 Night这场左翼发挥的就非常好 这也是他的招牌英雄嘛 在之前比赛里面他只要拿到左翼啊 像拿到阿卡丽这种 他打的还是相当自信的 是的 其实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在谈到OMG对上Top的时候 我们期待的是一场毛与毛之间的一个对抗 但是从BP开始感觉 OMG这只毛就没有亮出来 而且BP上的话处于有点劣势的状态了 尤其是下路对线 我们说就是卡扎加上落的一个对线 牛头对英雄本身就比较好去打落的一个对线 更何况还配上了这个卢西安 这样的一个对线强度给到下路压力太大 而且下路被磨的塔 直接在很早时间被推掉之后被迫的一个换线 没错 那这边MVP也是给到了Night 在这场比赛当中就非常出色的发挥 5-1-4的一个战绩 关键中路那波立大功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左翼把赵星给秒了 那波直接QR接闪现 然后直接秒掉赵星之后去动大龙 然后这波大龙因为在OMG没有打野的情况来说 可以说是志在必得的 是的 因为左翼本身就是Night非常擅长的一个英雄 然后你在BP的时候 让这个TOP这边三路都拿到一个BP领先的一个优势的话 他们在后期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依靠中上野在前期的一个优势 来盘活整个局面的 所以他们在前期对线一旦过得很舒服的话 他们在打到后期的话就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对 而且其实有一点 其实是感觉OMG在教练团是在BP前考虑到一个东西 他们知道你在家里要拿出来之后 对方拿左翼 你前期对线是没有什么推线权的 那如果说我能配上一手比较强力的打野 能够在前期配合家里要给到你压力 那可能说不会打得那么累 但是左翼带进化之后 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去抓这个左翼了 因为你在每一波抓人的话 首先如果你赵兴在中路露头了 你暴露出你的位置 下路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压线 可以把下路对线的优势扩大到更大 是的 那除了下路包括中路的一个发挥之外 这场其实TOP的熊熊表现人非常的出色 对 十分钟左右 其实赵兴是想来上路配合杰斯 来干渴这个鳄鱼一波的 但是被熊熊完美地反蹲到 那一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奏 是的 就那一波抓完之后可以说就完全崩了 而且后续我们看到 因为下路的劣势太大 被迫不得已的是选择下路换到上路 而那一波选择 其实对于OMG来说 他们是想去控这个峡谷先锋的 但这个峡谷先锋还没有控到 在那波打了一波团战 虽然说是一换一最后收尾 但其实那一波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完全不转了 这波总的来说 我觉得对于OMG阵容上 就已经体现出一定的劣势了 是的 那我们这边也是收到消息 导播能不能再说一下 我们刚才没有听清楚 看下一场比赛的一个选边的情况 OK 这边TOP在下一场比赛 是选择红色方 双方的不换人 那也是希望两队在比赛的间隙 能够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尤其是OMG这边 我们一起来期待 今天待会儿要开始的第二场对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